来认识这位107公分的小巨人 他的名字叫做阿远 今年已经28岁了 他患有先天的多重障碍 包含了骨关节发育不全 还有一种罕见疾病 叫做毛毛样的脑血管病变 至于后天则是有黄斑部病变等等 他的身体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 可是107公分的他从来不画地自现 而且还充分展现了他的艺术天分 阿远说他最大的梦想 是可以常常帮助别人 而他真的做到了 我们等一下画画 安强画什么 160公分高的教保老师 是阿远得仰望的高度 同学对他来说也像巨人 因为他只有107公分 天生系的脑血管独身 经常跟学校挺胀 但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义 先天性骨关节发育不全 加上毛毛样脑血管病 他从出生就跟疾病对抗 28岁的他无法久战 但拿画笔难不倒他 从一开始他就是需要老师一步一步跟着做 到现在他衍生出自己的想法 他很主动 我觉得他蛮善于看到别人的需求 看到同学可能有东西没有做好 那他也会主动去帮忙 乐于助人 他是班上的小老师 即使黄班部病变看荧幕吃力 但他乐于跟同学一起打回忆记录 他帮我订餐啊 很乐心啊 这些都是要别人来协助 当同学需要我协助的时候 帮助别人也会觉得天气很愉快 他更多次受邀演讲 分享生命历程 站在人生的舞台 他是高强健壮的小巨人 大爱新闻 陈一真王昭中 高雄报道 3 6 10 6 7 9 9 9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